俄军高层大换血 普京还是忘不了他自己的厨子 大家好 我是卢中成 普京连任之后啊 这几天俄罗斯政府可以说迎来了一波巨大的变故 原本的政府结构和人事进行了全新的任命 理论上俄冲突正列 临阵换帅那是兵家的大忌 然而这一次普京却快刀斩乱麻的 直接让俄军高层大换血了 邵一谷被调离植物不到24小时啊 他的关键副手就锒铛入狱了 不论从哪个角度来看 都似乎是一场迟到两年的整肃运动 综合塔斯社和今日俄罗斯的一些消息来看 普京连任之后啊 将原本是国防部长的邵一谷 调到了俄罗斯联邦总统安全会议秘书 对于这件事情呢 一开始外界的判断不一 不好说这到底是名声暗将 还是真的行事的需求 但是随后发生的一些事情 就可以有一个明确的方向了 普京正在对邵一谷派系进行动手 在邵一谷被调离国防部长之后 不到24小时 邵一谷的助手 国防部人事总局局长 尤里·库子聂索夫 被作为刑事犯罪嫌疑人 锒铛入狱了 而在不久之前呢 俄罗斯国防部副部长也是刚刚入狱 事情最有意思的是啊 将一个从来没有任何军事背景的 经济领域的大佬 安德烈·雷洛乌索夫 去接任国防部长 这摆明了是不同寻常的 克林姆林公的发言人佩斯科夫 此前就说过 俄乌冲突爆发以来啊 俄军的预算支出 从原本GDP的3% 变成了6.7% 接近上世纪80年代苏联的开支 因此呢 俄罗斯必须进行调整 找一个懂经济的坐镇国防部 整个资源 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 不过从另一个角度看 佩斯科夫的这番话 似乎也在暗示 绍伊谷领导的国防部 可能有问题 也就是说啊 俄军高层的大换血 很可能是在所难免的 只观的说啊 两年多来 俄军刚开始 在乌克兰战场上的表现 并不怎么好看 绍伊谷作为国防部长 在国际上和俄罗斯国内的舆论上 长期都是被抨击的对象 而后面的瓦格纳兵变 疑似 矛头也是直接指向绍伊谷 虽然普京没有把事情追究下去 但现在迟到两年的调整 还是来了 一个俄罗斯国防部副部长 就因为贪腐约合7.8万人民币 就被抓坐牢了 这在俄罗斯是非常不同寻常的 往深处说啊 这是在动少爷谷集团的信号 而且与贪腐有关 瓦格纳那帮人当年最大的一个口号 就是他自己这帮人在前线苦赚 结果国家发下来的奖金 津贴和后勤补给都被人给扣了 被谁扣了呢 没说 但答案显然大家都应该知道了 另外还值得一提的是啊 烧一股中规还是有了一个体面的结局 这很大程度上表明啊 普京他是真的念旧啊 某种程度上来说啊 普京他也是忘不了他自己的厨子 所以关于普克里人的死 不可能是普京下的手 好 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 感谢各位收看 下期再聊